在自媒体时代 我们可以透过创作的方式在网路上赚钱 这也是可以打造个人品牌的方式 透过这部影片 我将会分享有哪些优质部落格平台可以使用 并且针对操作难易度 是否可免费使用 平台自带流量 主观推荐度等面向 做综合的分析 并且我会在影片的最后 分享我最终的推荐选择 带上完整分析观点 请记得要看到最后哦 稍后影片中提到的平台连结 我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方便你前往 有关这个平台是分享网站架设 和网路行销的相关频道 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漏掉第一手分享哦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家 wordpress.org wordpress.org是开放性极高的 加赞软体 98%以上使用wordpress的人 都是使用这个方式制作网站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过wordpress 也可以参考我之前录制的 wordpress是什么 里面有更完整的介绍 wordpress.org 拥有上千种主题和上万种外挂 透过完整的模组搭配 可制作出各式各样的网站类型 像是部落格 形象网站 购物网站 预约网站 线上课程网站等等 透过wordpress.org 制作出来的部落格 可以依照自身的品牌视觉 打造属于你的设计风格 而不一定要沿用平台方的大众版型 除此之外 你将会拥有网站资料的所有自主权 而不用担心哪天平台方经营不善 而导致网站被迫中置 这也是自驾网站的最大好处 对了 有关自驾网站系列 有兴趣的话 可以参考下方资讯栏的连结 里面我有录制多种网站类型 那经营部落格的常见赚钱方式之一 也就是赚取广告收益 通常广告收益依照网站流量 还有广告组愿意出钱的程度 而决定你的总体收益 而透过wordpress.org 你可以自由在网站各处迁入广告程式 并藉由测试优化广告版位 让自身获取更高的收益 至于wordpress.org的文章编辑功能 除了可以透过区块编辑器 呼叫各种编辑工具之外 在文字大小调整 粗细度变化 背景色添加 连结颜色调整 文章排成功能等等 都让站长在编辑过程中 感觉如鱼得水 如果你打算经营个人 或是公司的部落格 透过wordpress.org 软体价值的网站 会是个很棒的选择 第二家 wordpress.com wordpress.com是由 Automatic公司所开发而成的 他的创办人 Matt Mullenweger 也同时是提到的 wordpress.org的创始人之一 在Matt把 Wordpress核心程式放置到 类似Github的开源平台 供大家使用之后 很快就获得了广大的回想 在开源生态圈做出了十足的贡献后 Matt某种程度可能发现了 并不是每个人都想要重投自家网站 于是就自行筹组了Automatic自家公司 并提供网站的完全代管服务 也就是你不用自己申请主机或网誉 只要注册账号就可以直接开站 而这个平台也就是wordpress.com 如果你还是不清楚 wordpress.org和.com的差别 相关教学我会放在下方咨询栏中 而wordpress.com整体来说 在文章编辑的功能层面 跟wordpress.org一样 可透过内建工具自由编辑 除了更改文字大小 粗细度 图片添加 引言功能 分段排版等 都包含在里面 只不过wordpress.org 由于是采用平台模式 也就是虽然网站看起来是你自己的 但其实所有权仍是属于automatic公司 如果哪天公司宣告停止平台服务 那你辛苦经营的网站 将会付诸与流水 由于wordpress.com是属于平台制的服务 免不了会有方案费用部分 wordpress.com一样有提供免费版方案 可提供站长免费开站使用 但如果需要免除平台内签的广告栏位 就必须做升级才可以移除 而有关进阶版的布景主题 或网站外挂部分 则同样需要升级才有办法自由安装 整体来说 wordpress.com是可以一卡皮箱 就开始进行部落格的平台 编辑功能也十分丰富 但由于是属于平台模式 固然还是会有些平台相关缺点 好咯以上就是wordpress.com的介绍 第三家 Wix Wix是一家从以色列发源的线网站制作服务 能让使用者手动拖曳编辑工具 就完成漂亮的网页设计 由于平台在2006年就开始营运至今 截至2016年已经累积超过8000万名使用者 依目前的时间点来看 相信已经大幅超越这个数字 Wix提供完整的一站式服务 包括网址注册 网站设计 网页维护管理等 这些都是公司自动化处理 你只需要使用他们的工具 做出喜欢的网页即可 由于Wix的功能全面 所以也有许多人透过他经营个人部落格 而Wix在文章编辑部分 编辑画面简单清晰且没有多余的视窗 方便站长很快进入工作状态 编辑功能同样支援多种应用工具 像是图片 图库 影片 按钮 表格 Google AdSense 广告程式码等等 让人感到十足的用心 再来看一下Wix的方案介绍 Wix同样有免费版可以使用 只要注册账号 就能开始你的家站之旅 非常的方便 但由于是平台的服务模式 站长同样没有网站所有权 而方案主要切分为一般网站类型 和电商网站类型 两种模式个别采用不同的计费标准 如果你只想透过他经营部落格网站 应该是凑凑有余 好啰 以上就是Wix的介绍分享 第四家 Midian Midian是一个国外的部落格 由Twitter创办人在2012年8月成立 而他们创立这个部落格的宗旨是 打造高质量高专业的部落格平台 希望有别于Twitter的短篇贴文 此外 Midian获得全球专家学者青睐 很快就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 近年来台湾也越来越多用户加入 并且透过他经营部落格 由于Midian的操作界面非常简单 官方主打极简风格 所以在操作上就相对来得更加容易 再来我们从优缺点进行分析 首先是优点部分 1.文章数值专业 由于创办人的宗旨 就是希望打造出高品质的文章 通常不太会有内容农场式的网站出现 确保整体的平台数值 2.平台自带流量 Midian本身就是一个社群 故有机会获得平台给予的搜寻流量 不过通常是英文文章被推播的几率比较大 因为平台主要还是英文用户为主 3.伙伴合作计划 若是想要透过写文章的方式赚取额外收入 可以加入Midian的合作伙伴计划 透过写文章赚取收益 了解完Midian优点部分 接着来看一下缺点 文章编辑选项少 由于平台官方崇尚极简风格 固然在文字的编辑模式也比较少 只有基础的出体、写体和嵌入连结可以选择 没办法在文字上底色或是增加表格 会有点不太方便 2.网站界面全英文 目前Midian尚未支援中文 所以网站几乎是以英文为主 对于英文不好的人会有点不太友善 3.中文文章有点吃亏 虽然Midian拥有一定的网站权重 高通大学的学生 在2000年初期 部落格就走向成熟发展的道路上 中间经历了最鼎盛的时代 最后到现今2022年 中间有无名小站、天空部落格等等 皆已停止盈喻 成为时代的眼泪 而匹克邦突破那段百家争鸣时期 成为目前全台最大的部落格龙头 由于匹克邦是早期成立的部落格 所以在操作界面上比较老旧 界面跟功能维持早期的网制平台 而网站内较为热门的分类 则属于美食、旅游、亲子及美妆 有关文章编辑的界面 在功能上同样十分的足够 像是支援多种字体、粗细度调整 文字大小调整、文字连接设定等等 加上有文章列表争取 可让站长批次管理文章 还有档案管理中心 可有效新增、编辑、管理网站图片 虽然匹克邦有自带平台流量 且平台本身拥有一定的权重 某种程度会推升网页的搜寻排名 但目前平台最大的问题 仍是网站会充满大量的广告 像是弹跳式广告、盖板广告等等 导致用户在观感上的不佳 若是要移出广告 则必须付费购买隐藏功能 另外,匹克邦有提供纸网域 可让站长不一定要马上申请网域 也能开始经营网站 但若是有长期经营的打算 记得还是要购买正式网域 才能避免平台方的不确定因素 而导致网域全部被回收的情况 好啰 以上就是匹克邦的分享 希望对你有帮助 第六家 方格子 方格子是一家成长快速的部落格平台 以崭新姿态搭配现代化的UI设计 吸引了许多部落格在此建立网站 它的核心精神是内容有价 并提供多种让站长可以有效变现的方法 像是自由赞助 单词购买 持续订阅等等 但需额外注意的是 方格子由于考量到阅读品质 故目前无提供网站广告的收益方式 此外还提供了有趣的应用工具 可依据你的粉丝数和转化率等等 简易推算出未来可能赚取的收益 这激发了许多知识型专业人士 相继投入此平台 产出高质量内容 也让方格子的知名度有效的提升 截至2021年 方格子总共有3.5万名创作者 27万订阅会员 及230万读者们 这数字非常的可观 也意味着方格子这个部落格平台 正在持续成长中 有关文章编辑方面 方格子在编辑风格仍采用简约风呈现 但和medium不同的地方是 平台给的编辑功能是足够用的 常用的文字样式调整 文字堆积方式 图片档案添加 引言工具 清单序列呈现 多种标题大小等等 都是标配内的规格 除此之外 方格子完善的数据统计功能 也会妥善分析追踪者 浏览量 以毒素 玩读率等等 有效帮助战场优化文章内容 有关方格子自带流量方面 由于在平台上的创作者逐渐增加 官方也会在首页推播精选文章 这将帮助优质的创作者 有机会获得平台的内部流量 好啰 以上就是方格子的介绍 希望对你有帮助 透过这部影片 你应该可以简单判断 自驾网站和使用平台服务的各自优缺点了 如果你打算永久保存网站资料 或是拥有网站的100%输入权 那前面提到的 wordpress.org 加站方式 绝对会是优先选择 而使用wordpress.org 自驾网站的方式 也是我目前最推荐的模式哦 除了可以避免平台方 因经营状况或策略调整 导致辛苦经营的网站被迫中止 你也能保住seo的搜寻排名 唯一缺点就是需自行申请网誉 或是虚拟主机 但目前由于申请流程 已经非常简单化 不需要一个小时 就能自驾出一个wordpress网站 有关自驾网站的教学 我也会同步放在下方资讯栏 再来我们看一下平台服务方面 如果你只需要一个现成的部落格平台 可以马上注册使用 使用刚介绍的平台服务都是好的选择 wordpress.com 和方格子 是我认为目前比较好的平台制服务 wordpress.com 拥有wordpress生态系的资源 像是有多种布景主题或外挂可以安装 比较能做出网站差异性 如果之后部落格经营有成 也能透过内建工具 制作出形象网站或是电商网站 整体来说可扩充性会高很多 而方格子现阶段定位 会比较偏向部落格平台 在后续的网站功能扩充上会比较局限 但方格子的优势是内部社群 和多种变现方法 由于官方会不定期在首页推播热门文章 加上会员之间彼此多少会浏览其他创作者内容 就有机会获得内部流量和留言互动 加上官方核心价值之一 是打造内容有加的平台 在创作变现上也有不少模式可以选择 至于这两个拿走比较好 依照自身的需求挑选即可 这就没有一定了 好咯 希望这部影片能有效帮助到你挑选适合的部落格平台 最后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也麻烦帮我按个赞 在操作上有不了解的地方 也都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或是可以请全哥数位团队协力帮你服务 只要有网页设计或是网络行销需求 都可以跟我们做咨询哦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